《以斯铁记》第一章 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 就是一百八十日 这日子满了 又为所有驻书山城的大小人民 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沿袭七日 有白色绿色蓝色的杖子 用细麻绳 紫色绳从银环内细在白玉石柱上 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 白 黄 黑玉石的铺石地上 用金器名赐酒 器名各有不同 玉酒甚多 祖显王的后裔 喝酒有力 不准勉强人 英王吩咐宫里的一切承载 让人各随己异 王后瓦什提在雅哈随鲁王的宫内 也为妇女设摆沿袭 第七日 雅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 就吩咐在他面前示例的七个太监 米护曼 比斯他 哈波纳 比格他 雅巴他 西达 贾家 请王后瓦什提投带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 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 因为他容貌甚美 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 所以王甚发怒 心如火烧 那时 在王左右常见王面 国中做高位的 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 就是贾士拿 士达 亚马他 塔什斯斯 米利 马西拿 米姆干 都是达食物的明哲人 按王的常规 办事必先询问知力明法的人 王问他们说 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 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 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 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 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 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 说 雅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 他却不来 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 今日 波斯和马代的众妇人听见王后这事 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 从此必打开藐视和愤怒之端 王若以为美 就将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 永不更改 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 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 所将的旨意传遍通国 国度本来广大 所有的妇人 无论丈夫贵贱 都必尊敬他 王和众首领都以弥母干的话为美 王就照着话去行 发诏书 用各省的文字 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 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 各说本地的方言 以斯铁记第二章 这是以后 雅哈随鲁王的愤怒指袭 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 并怎样这样举办他 于是 王的侍臣对王说 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厨女 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 招聚美貌的厨女到书山城的女院 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习该 给她们当用的香品 王所喜爱的女子 可以立为王后 代替瓦什提 王以这世为美 就如此行 书山城有一个犹大人 名叫莫迪改 是汴亚敏人姬氏的曾孙 世美的孙子 雅尔的儿子 从前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 从耶路撒冷卢去 莫迪改也在其内 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 哈大沙 后名以斯帖 因为他没有父母 这女子又容貌俊美 他父母死了 莫迪改就收他为自己的女儿 王的御址传出 就招聚许多女子到书山城 交给掌管女子的膝盖 以斯帖也送入王宫 交付西盖 西盖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 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 和他所当得的份 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 服侍他 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 女院上好的房屋 以斯帖未曾将 籍贯宗族告诉人 因为莫迪改嘱咐他 不可叫人知道 莫迪改天天在 女院前边行走 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 并后事如何 众女子赵丽先竭尽身体十二个月 六个月用墨药油 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 满了日期 然后挨次进去见雅哈随鲁王 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 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 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 晚上进去 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 交给掌管飞瓶的太监沙甲 除非王喜爱他 再提名召他 就不再进去见王 莫迪改属属雅比孩的女儿 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 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 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 所派定给他的 他别无所求 但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 雅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 就是提别月 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 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 他在王眼前蒙宠爱 比众处女更甚 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立他为王后 代替瓦石提 王因以斯帖的缘故 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言席 又豁免各省的租税 并照王的后裔大颁赏赐 第二次召聚处女的时候 莫迪改坐在朝门 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 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 因为以斯帖尊莫迪改的命 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 当那时候 莫迪改坐在朝门 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 比探和提列 恼恨雅哈随鲁王 想要下手害他 莫迪改知道了 就告诉王后以斯帖 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命 报告于王 就查这事果然是实 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 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 以斯帖记第三章 这事以后 雅哈随鲁王 抬举雅甲族哈米达他的儿子哈曼 使他高升 叫他的爵位 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承载 在朝门的一切臣仆 都跪拜哈曼 因为王如此吩咐 唯独莫迪改不跪不败 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 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 他们天天劝他 他还是不听 他们就告诉哈曼 要看莫迪改的事 站得住站不住 因他已经告诉他们 自己是犹大人 哈曼见莫迪改不贵不败 他就怒气甜胸 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 告诉哈曼 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 是小事 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过所有的犹大人 就是莫迪改的本族 亚哈水鲁王 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撤普尔 就是撤迁 要定何月何日为吉 则定了十二月 则定了十二月 就是亚达月 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 有一种名 散居在王国各省的名中 他们的律力 与万民的律力不同 也不守王的律力 所以 容留他们 与王无异 王若以为美 请下旨意 灭绝他们 我就捐一万他连的银子 交给掌管国堂的人 纳入王的府库 于是 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 给犹大人的仇敌 雅甲族哈密大他的儿子哈曼 王对哈曼说 这银子仍赐给你 这名也交给你 你可以随意带他们 正月十三日 就照了王的书记来 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 用各省的文字 各族的方言 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 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 并各族的首领 又用王的戒指盖印 交给一族传到王的各省 吩咐将犹大人 无论老少妇女孩子 在一日之间十二月 就是雅达月十三日 全然剪除 杀戮灭绝 并夺他们的财为略物 抄炉这旨意 搬行各省 宣告各族 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 一族奉王命急忙起行 执意也传遍书山城 王同哈曼坐下饮酒 书山城的民却都慌乱 以斯铁记 第四章 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 就撕裂衣服 穿马衣蒙灰尘 在城中行走 痛哭哀嚎 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 因为穿马衣的不可进朝门 王的御旨所到的各省各处 由大人大大悲哀 进食 哭泣 哀嚎 穿马衣躺在灰中的甚多 王后以斯铁的宫女和太监 来把这事告诉以斯铁 她甚是忧愁 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 要她脱下马衣 她却不受 以斯铁就把王所派伺候她的一个太监 名叫哈塔格召来 吩咐她去见莫迪改 要知道这是什么事 是什么缘故 于是哈塔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 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 并哈曼为灭绝尤大人 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树都告诉了她 又将所抄写传遍书山城 要灭绝尤大人的旨意 交给哈塔格要给以斯铁看 又要给他说明 并嘱咐他进去见王 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 哈塔格回来 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铁 以斯铁就吩咐哈塔格去见莫迪改 说 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 都知道有一个定例 若不蒙照善入内院见王的 无论男女必被致死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 不得存活 现在我没有蒙照进去见王 已经三十日了 人就把以斯铁这话告诉莫迪改 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铁说 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尤大人 得免这祸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尤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 言之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献金的机会吗 以斯铁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 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尤大人 为我进食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 然后我为力进去见王 我若死 就死吧 于是莫迪改照以斯铁一切所吩咐地去行 约翰二书 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 和她的儿女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不但我爱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 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恩惠 怜悯 平安 从父神和她儿子耶稣基督 在真理和爱心上 必常与我们同在 我见你的儿女 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 遵行真理的 就甚欢喜 太太呀 我现在劝你 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 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 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我们若照她的命令行 这就是爱 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 就是这命令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 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这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性上有份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 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 但盼望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当面谈论 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 都问你安 诗篇第七十篇 大卫的纪念诗 叫宇灵长 神啊 求你快快打救我 耶克华啊 求你速速帮助我 愿那些寻锁我命的 宝贵蒙羞 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 退后收入 愿那些对我说 阿哈阿哈的 因羞愧退后 愿一切寻求你的 因你高兴欢喜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 常说当尊神为大 但我是困苦穷乏的 神啊 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 你是帮助我的 搭救我的 耶和华呀 求你不要担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